圣河西目前面对办公楼空置率高的问题 一个在市中心的发展项目目前暂停建筑工程 欧志州的报道 位于圣河西市中心West Julian街440号 名为Platform 16的发展项目 发展商Boston Properties 在一个向华尔街分析师报告的会议中表示 将暂停这项办公楼发展项目 本台摄影师今天到现场 虽然还可以看到建筑工程 但建筑员工表示 将在短期内完成第一阶段的工程 之后正式停建 The Mercury News引述Boston Properties行政总裁 Owen Thomas表示 西股的市场情况已经削弱 而科技公司谷歌2月间也透露 将重新评估市中心Downtown West的建筑时间表 圣河西州大城市与区域策划部教授 Kelly Snyder分析说 人们必须面对西股经济在21世纪已经转变为 人们不一定要到办公室上班的情况 Platform 16的三栋办公楼要是按照原定计划建成 将有11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 圣河西市府官员则表示将配合发展公司的时间表 给予相关的支持 Platform 16这次是第二次停工 公司原本在2020年3月开始施工 但是疫情爆发迫使建筑工作停顿 在2022年2月才重新启动 一年半后的今天 基于市场因素而需要停工 二十六台记者欧志州的报道